玩游戏秒变迷糊弹 不曾想几秒钟的时间 便破解了其中奥秘 仿佛脸上写满了 我很厉害快夸我 这还是从前那位 被称为魔术杀手的杨子吗 果然天底下 就没有麦成欢做不到的事情 并且谁能想到综艺中 什么游戏都玩不明白的杨子 竟是全组杨了的杨第一位通关的 游戏黑洞暴改游戏天才 不懂就问姊妹是忘记那些年 和游戏的爱恨情仇了吗 当初长相思第一季姊妹 带着四位男主宣传 小猴子迷离呼呼地回答 直接给身旁的四位男主 气到眉眼看 长相思播出了 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这么喜欢 你听我说 这圈不用绕了 迪谱的是当记者再次提醒姊妹过后 晕头转向的小猴子 依旧是没记住游戏规则 不是多字就是少字 总之就是没有一次能达明白 于是原本就晕乎乎的姊妹 在各位男主的一阵炮轰之下 又又又一次给自己整猛了 只能说这才是姊妹玩游戏的真实水平 凭一己之力成功逼疯所有人 游戏当时带着范澄澄 来好六街宣传要久久爱的姊妹 一个泼水游戏凭实力让对面的魏大勋尸身 明明信誓旦旦向大勋花表明自己会玩的小猴子 却还是在游戏过程中 让大勋体验了一波被泼水的感觉 这游戏我会玩 你会玩吗 我来我好像也气了 我会玩 我会玩 大家一看这边 大家一看这边 我会玩 必须要干净啊 明白 蒙蒙的大勋他不是会玩吗 怎么还泼我 看来姊妹对于会玩的定义好像与别人有些不同 哪怕是杨子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张一山 也难逃姊妹游戏黑洞的祸祸 某期高能团的词语接龙游戏中 气势十足的小猴子让对面的张一山猝不及防 姊妹这游戏黑洞的名号算是彻底摘不掉 七山猿要取杨一山猿 转发电话 团队 来优优独播剧场 小猴子被困境